今天给大家介绍的 几只住在我家的小朋友 他们的名字叫夜修 夜修是羞木 夜修科夜修鼠的昆虫 羞木的昆虫都很会拟态 那些长得像树枝的 我们叫干熊 那长得像树叶的就叫夜修 我手上的这两只虽然一黄一绿 但是它们是同一个种的 它们的学名是Philipocryphalium 我叫它们爪蛙丽叶修 因为它们都是长着漂亮的 蝴蝶秀的丽叶修亚蜀 而且原生地在印尼的爪蛙岛 夜修呢 它们是不完全变态的昆虫 那你会问谁是完全变态的呢 蝴蝶就是完全变态的啊 对呀 为什么说蝴蝶是完全变态的呢 大家都知道蝴蝶的幼虫 就是那种毛毛虫嘛 那毛毛虫和破茧而出的蝴蝶 是不是长得完全不一样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呢 你一定不会把它们两个联系起来 可是夜修这种不完全变态的昆虫 它们是从卵 然后孵出一个小小的弱虫 这个弱虫虽然很小 但是其实跟成虫呢 长得差不太多 它们会通过一次一次的褪皮 逐渐的长大 长成成虫的样子 大家看我手上这只黄色的夜修 它是一只五菱的母夜修 也就是说它已经退了四次皮了 它还要再退两次皮 就会变成一片美丽的叶子 而我手上的这只小绿呢 我喜欢叫它小龙 因为从某一种角度看 它特别像一只小青龙 小龙 小龙呢是一只四菱的公夜修 但是它也只需要再退 两次皮就会变成成虫了 公夜修比母夜修要少一菱 所以会更快的转大人 这里分别是三菱 四菱和五菱的母夜修 它们有断腿再生的能力 断过的腿会通过褪皮 一点一点再长回来 刚才说了夜修都是 你太的高手 那这里面有几只呢 前面这只很容易 这里面藏了一只 后面还有一只 我其实更喜欢小龙的颜色 为什么呢 我觉得它米太的 比较有技术含量 大家看它的背面的绿 是那种压光的绿 而它的腹部这一面呢 卷起来可以看到是亮光的绿 那大家看我手上这片树叶啊 你看树叶 它的正面是不是亮光的 那背面是不是压光的 大家发现我这上面 有另外几只的吗 有几只大家看得出来吗 很烤眼力的哟 所以在树叶上呢 它们就可以非常完美的隐藏 找一找 小龙在哪里 这一张前面的小龙 把腹部卷起来 好像穿了一半的隐身衣 叶修它们都是严格的素食主义者 如果在北方呢 你可以给它们一些树莓的叶子 或者是橡树的叶子 在南方比较容易啦 可以直接给番石榴的叶子 也就是拔辣叶 叶修真的有很多的迷人之处 除了外形上的拟态以外呢 它还会模仿随风摇叶的样子 不同种类的叶修 随风摇叶的感觉也会不一样 这种爪哇烈叶修呢 因为它有大片的蝴蝶袖 所以在摇的时候 有一种皮影戏的感觉 我是模仿不出来的 它们去吃饭的时候呢 也是边摇边去的 比如说这是一片叶子好了 如果我们给我们人吃 我们一定是这样子吃 像吃大饼一样对不对 可是它们不是 它们本来躲在后面 然后呢就摇啊摇啊 摇啊摇啊 然后摇到这边 它们是这样子吃的 看它们吃饭真的很疗愈 尤其是有些人还会吃成 一个新型送给你 叶修呢 还有一个非常非常神奇的地方 就是它们可以孤雀生殖 也就是说在公虫不存在的情况下 母虫同样可以产卵 而且卵可以孵化 只不过孵出来的呢 只有母虫 我第一次听说 夜修这种昆虫的时候呢 就想到了尼康先生 魏斯里传奇中的一个故事 叫做第二种人 他正在自己往上爬 我们不管他 我这边还有另外一树叶子 大家可以观察到 有几只夜修吗 我给你们转一下 仔细找哦 这里面是有黄有绿 黄的就比较容易找啦 绿的隐藏比较好 有的正在吃饭哦 不过我这里面有另外一个种的夜修 小龙你在哪里 小龙要不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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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龙要不要转啊 过来 O 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